那像这个沙弥十戒对出家众是当机 出家人是为什么剃头呢 要了生死出三戒 不能你出家干什么 出家还求人天福报那不用出家 在家就好了 所以这个当机就是出家众 那么在家众是唐厅 因为在家众他可以了生死 他也可以不了生死 他可以求人天福报 他还不想了生死 他可以求人天福报 在家众他也可以了生死 但是出家众你一旦现这个形象 你就不能说你不了生死 你不了生死 那你跟释迦牟尼佛出家 为什么跟他出家呢 释迦牟尼佛出家 他就是为了解决生死的问题 才出家的啊 你现在出家上 你不了生死 那你何必要出家呢 在家修就好了嘛 求人天福报在家修就好了嘛 所以在家众也可以听 因为在家众也可以了生死 那他也可以说 我只要求人天福报 我还不想了生死 那也可以 佛也随顺众生 但是出家众啊 你剃了头这个形象啊 你就不能说你不了生死 这个常识一定要懂啊 现在很多出家人啊 不懂这个常识啊 那些出家 提倡啊 人天福报啊 那如果你去教在家机事 是还可以 有一些机事他还不想了生死嘛 但是你出家人不能自己 也是想求人天福报 那就错了 所以这个 这一条啊 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佛经讲那么多 都是应机所法 那我们自己啊 看看我们自己的根基 哪一部经啊 对我们的基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 那么你就踩紧 那还有阶段性的 比如说你今年需要什么经典 明年可能你有新的问题 要什么经典来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 所以我们 道场都有一部主修的经典 主修经典是不变的啦 像我们经中学会 主修 修事 佛说 大圣 无量寿 庄严清净 平等绝经 这部经 这是主修经典 那其他大小圣经论 包括世间的散书点击 都是来补助深入这部经的 那我们三十系念啊 主修的经典就是 佛说 佛说阿弥陀经 那佛说阿弥陀经跟无量寿庄严是同 同一部的 一个说的详细 一个说的简单 那三十系念啊 佛说阿弥陀经是我们主修经典 那其他的大小圣经论 也是来补充说明 所以每一个人 他的需要不一样 那这个 根据自己啊 当前这个阶段 的需要 那你需要什么经典来补充 这个要知道 像我们牢上最近晚年啊 这些年提倡 《地址归感应篇十善热道经》 还有《勤书次要常理举要》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 那实际上啊 这些通通是补充说明无量寿庄的啦 那以前没有提倡啊 那以前啊 那个情况啊 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 那现在呢 越看越严重啊 再不提倡就来不及了 这个根都快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提出这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阶段性 就是提倡这一个啊 所以法药啊 施有多方啊 那我们学佛的人 大家 像我们台北 实在率都有 除了读《独创无量寿经》 《弥陀经》 还要加读一部《地藏菩萨本念经》 那《地藏经》啊 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牢上新的道场 一开始第一部经就先讲《地藏经》 这是地基嘛 那有一些同修讲啊超度的事情 那他家人往生啊 去哪里啦 现在有没有得到啦 我说我也不知道啊 我就建立他你去读《地藏经》 你的问题通通在地藏经 那为什么给他介绍地藏经 因为他需要啊 他需要了解这些问题啊 那你这部经没有讲到这些问题 地藏经有讲到啊 所以他要这个来补充他的 他现前的需要 所以这个都是包括在啊 法药啊 私有多方里面 我们要懂得佛用啦 我们在一个 一个原则 一个主修的经典 一个法门 这一个前提之下 要懂得啊 一些原容贯通 好 今天我们就写到第五条 啊 那么下面啊 第六 我明天再继续来学习 祝大家福慧增长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